AND的函數它主要用途在哪裡 假如說今天我們有兩個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有一個以上的條件 底下有一個叫查看業務銷售量是否大於20 銷售量要大於20 而且銷售額也要大於8萬 就是說這個跟這個兩個都要AND 都要同時成立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if可不可以做到呢 if實際上有限 因為if裡面只有一個條件 那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兩個條件 包含什麼銷售量要20以上 然後銷售金額要8萬以上 兩個條件 那兩個條件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在這個地方 在12的儲存個點一下 那這邊的話 插入函數裡面找到全部好的if 先打一下i往下 可是我有兩個條件 那兩個條件怎麼同時放在 這邊一個條件 這邊一個條件 兩個條件怎麼放進一個格子裡面呢 不行嘛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要增加一個AND的函數 AND的函數 那特別注意 兩個如果同時要成立的話就用AND 如果其中一個條件成立的話就用 偶爾 或 這兩個部分 那怎麼加AND 特別注意呢 第二個條件呢 請你喔 在這個箭頭點一下 其他函數 其他函數部分的話呢 找到AND 所以AND 請你在這邊 輸入個AN好了 往下AND 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就會有兩個條件 其實喔 兩個以上 第一個 第二個 可不可以第三個 可以 可不可以第四個 特別注意喔 那怎麼增加條件